屏東東港有位蝦米媽 他和蝦米有什麼關係 我當了35年的船長 我們都信奉我們的媽祖 我們的媽祖 還有一個外號 叫做蝦米媽 媽祖不只忽悠漁民 還是接炸彈高手 這個就是 就是世界大臣 米軍所得的炸彈 500kg的炸彈就是這個 徒手接炸彈救村民 媽祖神像顯神機 我們這個神像 他徒手接炸彈 這是要怎麼看 這個人要看 就在這個靈寶裡 應該看得到 有耶 你看他的手 所以主委 你說我們的媽祖 徒手接炸彈 幫村民擋掉災難 那個證據跟神機 指的就是這個 屏東炸彈媽 神像顯神機 還有東港的這位蝦米媽 女性徒組成的賊蓋團 每位師姐背後 都有和媽祖結緣的感人過程 走出發屏東 帶大家聽聽 在地媽祖神之鄉的動人故事 媽祖信眾滿天下 不只在台灣 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她的身影 有人說她是林茉娘的化身 是位護佑航海安全的海神 然而經過了百年變遷 媽祖的神力也越來越廣 甚至結合地方特色 有了很在地的親切外號 這一集我們來到屏東東港的 這個魚鄉 聽說就有一位 受人敬重的媽祖寶 她的外號就很特別 很親民 來 蝦米來 這裡人人 來 這裡來 看看 來 這裡我們東港 很新鮮 很香 來 看看 我們東港有出生 中蝦 蝦糕 蝦蝦蝦 蝦米 蝦米 這就是蝦米親 也出來保護我們蝦米大賺錢 大風收 我當了三十五年的船長 我們都信奉我們的媽祖 我們的媽祖 還有一個外號叫做蝦米媽 就是我們說蝦米媽 這裡是東港華僑市場 賣有各式各樣的現撈魚貨 其中蝦米或是蝦皮種類更是眾多 說起蝦米媽 攤販老闆人人都認識 我們在走到井陵一旁的東港魚市場 這裡的空氣總是瀰漫著濃濃海味 尤其每天下午1點左右 海面上一艘艘的捕蝦船 就會陸續進港 一靠岸過了海關 漁民就會趕忙卸貨 接下來我們就上船來看看 這艘船的收穫如何 現在是下午的1點 我們的捕蝦船已經陸續進港 在我旁邊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洪船長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啊 我們看現在是下午1點 所以平常我們這個捕蝦船 要出港去捕蝦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們通常是凌晨3點 才可以統一出門出港 凌晨3點耶 對 就是烏漆麻黑 對… 你看凌晨3點到現在 至少在海上作業要八九個鐘頭 對 超過八九個鐘頭 但是我相信辛苦一定是有代價 可不可以請船長來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的這個收穫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櫻花蝦的話大概是補貨 大概五到六箱左右 這是櫻花蝦 這是櫻花蝦 對 然後這是我們稱之為棕蝦 然後還有一些白丁 這大概就兩箱而已 另外這個就是 我們有些人說是玫瑰蝦 還是赤蝦類的 這大概是三箱 現在都是補蝦為主 對… 對… 東港漁獲豐富 每年的六到十月 是蝦米捕撈季節 而我們採訪的這個時候 剛好是櫻花蝦季 俗話說東港有三寶 黑尾魚 有魚子跟櫻花蝦 其中的櫻花蝦 在全世界產地只有兩處 那就是日本和台灣的屏東東港 每天下午一點左右 就可以看到碼頭 一騷騷的漁船進港卸貨 然後再一車一車的 載到了漁市場 進行接下來的這一場拍賣會 GO… 這四千公 等一下… 旁邊要撐起來 他們撐起來 舌頭是我撐起來 在這裡有錢 這裡就不一樣 這裡是漁獲拍賣場 地上一整排的 就是代價而故的櫻花蝦 雖然一群人來來往往的人多熱鬧 但又總透露著一些緊張氣氛 只見幾位大哥大姐 在手上拿著一張紙 東張西橋的 然後默默在紙上寫著數字 這是在做什麼呢 陳老闆 我看你現在都拿一張紙 然後在寫一些東西 在寫什麼 投標 投標 所以是在寫價錢 對 可是我看是好幾個廠商 幾個老闆在那邊寫價錢 可是那這個價格怎麼定 看這個廠商的好壞 看好壞 看好壞 所以我看你這樣投資 就是看他的好壞 對 這樣經驗老到 這樣投資就知道了 但是你不知道把廠商高 那你怎麼定那個價格 寫得壞低你就買不到 寫得高一點 你就成本就高了 對 所以這個價格怎麼定 我看這個價格 像這個 這樣它的價值是完整的 可能還好 這可能要差不多五千塊 每天下午兩點 屏東東港魚市場就會進行一場 櫻花蝦競標會 不少盤商都會來這競標 從以前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訂下來的 都要用競標的 不能和漁船一起 怎麼樣 這燒好像 我有一燒 我們自己的也要競標啊 剛才那裡面有自己的漁船 也要拍賣 近郊的好吃是 什麼商園都可以來買 像我們那燒船的金箱也是 我要競標 也是我競標到 東港櫻花蝦價格 一律採用競標方式 價格公開 買賣公平 這位陳春潮大哥 是資深的船長 從事櫻花蝦的製作 更是經驗豐富 什麼樣的櫻花蝦最優質 問他就沒錯 蝦子的好位是 看有沒有整圍 整條 像這裡 這些 下面這個就 比較沒有完整了 是這樣 就是要有完整性 對 要有完整性 像這裡有一些 是這樣 看這個蝦子的大小 櫻花蝦 相信很多人都吃過 因為牠形狀小巧可愛 色澤有如櫻花 又都銷往日本而得名 全球只有在日本 跟台灣的東港海域才有 是相當珍貴的漁產 但其實櫻花蝦 早期是用來作為漁的飼料 後來日本人大量收購 才讓櫻花蝦的 身價三級跳 現在曬乾的櫻花蝦 成了高級食材 年產值兩到三億元 而這位陳老闆呢 在東港就有 自己的櫻花蝦工廠 拍賣結束後 他要我們跟著到他的工廠 去看看 櫻花蝦的產製過程 競標完後 櫻花蝦就得趕緊遇回工廠 我們跟著陳老闆 來到了作業區 只見工作人員 每個人全副武裝 包得緊緊的 節目採訪人員 自然也要符合規定 我們剛剛跟著陳老闆呢 從東港魚市場 把這個櫻花蝦競標回來之後 我們就馬上的 火速的送到了 我們這個陳老闆的 櫻花蝦的加工廠 而且呢 非常嚴格 我們要換上這個 非常嚴格的這一身的裝備 對不對 不一樣 陳老闆你那個時候 一直跟我們講說 要快 要快 就是送到這邊來 這邊都很冷耶 對 這個是什麼地方 這... 玉琳市 這都一定要 玉琳都要差不多15度 我們這個蝦子 在這裡打不到 打不到那兩度 在市場都67度 所以說我們打不到變質 趕緊繞往往 這邊結束待會兒 過來那邊 看要急速 要叫中正的特別日子 去急速 所以這邊算是冷凍區的 對... 現在是看一群工作人員在那邊 他們現在在作業什麼 在挑雜物 你看看 我們探診在那裡看 挑雜物 對喔 你沒看 改成技術是沒有的 都一樣啊 想要挑雜物 你看看 逛起來這裡 逛我們 你看看 這是逛出來的 對 這是逛出來 老闆 你這樣 你怎麼看得出來 我有落不出來 有啦 那他們在那邊 往往往逛 一早 要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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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競在那邊 就是把不是櫻花蝦的挑出來 對... 剛剛在那個船上 已經挑過一次了 對... 還要再挑一次 再挑一次 為了保持新鮮 櫻花蝦得在冷藏空間搶時間作業 在精選過後 是進行專業的清洗 然後再送進 負二十度的冷凍庫中 而這些生鮮級的櫻花蝦 全是要外銷到日本的上等食材 另外工廠的另一個區域 正在進行乾燥的櫻花蝦製作 首先把剛從旅港送來的蝦子 均勻地鋪平在網子上 接下來送進一旁的這個 冷凍庫 來 老闆 我來幫你倒三天 趕倒 老闆 冷凍庫是什麼意思 這個行程 我都說行程 那些冷熱交叉 冷的 冷的 到日到日到就停了 它就換燒起來 燒到旅港到三天 它就變下來冷的 這樣一些水給它填出來 然後會乾 對 做行程 這樣要多久 一般我們都差不多五六點 這樣工有可能說 時間和溫度 就是要調整得很精確 如果說是太乾或太濕 會不會影響它的價格 有啊 你說我們就對了 不能燒到太濕 太濕的價格就比較適合 我們都燒得更乾 燒得更乾它就比較輕了 比我來說 我們一燒點 一燒二十公斤 我們燒起來只要四公斤而已 你如果要燒到五公斤 都可以燒 是 不過那太濕了 那不好 冷烘間是用二十八到三十二的溫度 烘五到六個小時 完成之後就是乾燥的櫻花蝦樣子 然後在送到消費者手上之前 可沒有那麼簡單 還要透過這個金檢機再篩選一次 如果內藏有金屬 金檢機就會應聲大叫 然而品質要好 就得透過這一層一層的嚴格把關 櫻花蝦才可以裝箱出貨 也難怪陳老闆的櫻花蝦 深受日本人喜歡了 這回來到屏東 我們看到了東港的第三寶製作過程 陳老闆是櫻花蝦達人 也是東港在地人 我們向他詢問了黑鼻馬在哪 但陳老闆去跟我們賣了個關子 他要我們到東港大廟朝龍宮去找找 櫻花蝦達人暴露 我們馬上出發 也約好了朝龍宮的副董賞黃其男 接下來我們就來拜訪他 問問到底黑鼻馬有沒有在朝龍宮這裡呢 台灣百妙這次來到這個屏東東港 我們知道這個東港是魚香 它的這個櫻花蝦不但很有名 而且它的黑鼻又盛產對不對 是… 因為我們這次是來找這個黑鼻馬 聽說它在朝龍宮這邊 不知道是有什麼 你今天來這組就對了 不然啦 給你給我大閒喔 乖乖喔 三秒 我有欠人的錢 我要賺錢快逢人了 我還要讓人回那邊找花費用拆掉 回那邊拆掉 沒得過了 兒子花錢 大家花錢都要花錢 沒得過了 沒得過了 要買拆掉 真的拆掉 對 拆掉我拆掉 我要買拆掉在獨港拆掉 拆掉真的拆掉在拆掉 拆掉的拆掉 台灣百妙這次來到這個屏東東港 我們知道這個東港是魚香 它的這個櫻花蝦不但很有名 而且它的蝦米又盛產 對不對 是… 因為我們這次是來找蝦米馬 聽說它在朝龍宮這邊 不知道是有什麼 你今天來這組就對了 我們台灣新牛媽祖母有夠多 田中小廟有夠多 獨特為我們每天聽龍宮的田中小廟 去用牽牽蝦米馬 就是在我們店裡的小廟的新春 就是我們牽牽蝦米馬 我們店裡就是蝦米馬 是… 我感覺很可愛 你看我們這個東港盛產蝦米 我們的媽祖又有一個 這麼親切的這個外號叫蝦米馬 很接地氣 很在地 是… 不過我感覺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這邊的媽祖 會叫做蝦米馬 它跟這個蝦米有什麼關係 這個來講一個是 因為我們東港 我們東港平常說田中小媽祖母 他在西元1724年 都要清朝雍正二年 有先民 我們的先民從大陸剛才來看 請到他的金身 保護他們的這個蝦米馬 台灣來的時候 可以平安到我們… 台灣 因為我們東港 以前在我們禁木前廟 以前就是一個海港 所以說我們大陸去平安 都會打在我們廟這個港 所以說先民先民請到東港 廟後給酒精 酒精在我們港口的旁邊這裡 就有很多地方 大陸要幾個來拜媽祖 蝦米馬祖 因為現在拜… 拜到我們媽祖 他會有些信息出來 給他們帶到信仰 所以我們來建廟 三百年來 三百年來 媽祖坐鎮東港 也讓這裡成了 人口快速移入的地方 曹龍宮的香火也越來越盛 然後只要是在地人都知道 曹龍宮的媽祖 早期又叫做港嬌媽 到了後來 才又改稱為蝦米馬 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媽祖廟是鄉海 看海 看在後面的冰海 因為早期大家的經濟不太好 買到建廟沒什麼錢 因為我們東港很早期很開發 很開發 有些交商 就是現在我們說的貿易商 今天在台北買一些東西 來台灣買 還在台灣買一些東西 北九台北買 所以現在我們這邊的家來這裡 出一些生意人來關這個蜘蛛 關這個錢來建廟 所以說當初是 當初是我們做港嬌 港嬌 港嬌 港嬌媽祖 不然就是到現在 每年我們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我們媽祖聖誕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個客戶 雞賓出的 每年三月二十三媽祖聖誕 進行我們雞賓出的 雞賓出的雞賓 雞賓都會完蛋 吃雞賓都認定是說 我們媽祖婆 媽祖婆在幫她補油 給雞賓出的雞賓出的雞賓出 所以我們跟媽祖婆 叫雞賓媽 叫雞賓媽 叫到雞賓媽 所以我們這雞賓媽祖 叫雞賓媽 叫雞賓媽 雞賓媽 雞賓媽名稱親切 百年來她照顧東港漁民 漁禍豐豐收 深受百姓的崇敬 然後來到了朝龍宮這 還有一個特色 那就是門口的這幾位 穿著黃色衣服的大姐們 她們不只負責 裡裡外外許多廟物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在廟門前的這個工作 不少信徒來拜拜 就是衝著她們來的 向娘三香化蓋 平安無數 涼涼洗你做豬豐豐豐 沙田如50個 時間洗我來做豬豐豐豐 不用啦 給妳給妳大忙喔 乖乖喔 三香 乖乖乖 我乖乖喔 給妳好睡啊 洗我來做豬豐豐豐 三香 這蓋儀式 是由一群婆婆媽媽 組成的女雞手來負責 一個禮拜當中 每天都會輪替一位師姐 來進行主要這蓋的工作 不管何時來 總是能夠看到信徒排隊 等著趕運 我是在地東港人 當初怎麼會知道說 這邊有那個這蓋啊 當初是有遇到一些 不順利的事情 然後就是騎過去的時候 就想說媽祖娘娘很慈悲 然後就想說騎進來 就是姻緣是這樣子來的 對 對 所以就祭改之後 就覺得內心有一個 莫名的感動 所以之後就 常常來媽祖廟 大部分就是祈求孩子事業 或者是像學業方面 然後身體健康 對對對 然後就是運途順利 大部分都是這樣 剛剛看妳這一蓋 我們的身邊好像有一些 叮嚀妳的事情 她有沒有跟妳 分布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一路上跌跌撞撞 然後她就是有交代我 大概就是人生就是需要磨練 然後就是像鏡子一樣 越磨越遠 所以就是考驗 然後要自己要去面對 去走過這樣子 這一蓋的女雞手 是義務幫忙 像是這位阿花師姐 擔任女雞手已經十多年 信徒站在她的面前 什麼話都沒有說 但阿花師姐 彷彿能夠看透人心一樣 再三叮嚀這蓋的人 兩棵擠下去就像說有來通了 那她知道她什麼事 她說白了 要一個鏡子 鏡靠 她鏡靠 一個小孩鏡靠 她的小孩而已 小孩來摳摳而已 小孩是什麼事 身為雞身 阿花師姐就是靠著這股感應力 在潮龍宮幫信徒改運 別人看她 覺得她宛如神明代言人 但阿花師姐說 一開始她也只是 東港漁人家的一個小媳婦 然而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她成為這裡的女雞手呢 故事要回到二十多年前 好年輕 今天大家在那裡就介壞 我介壞了 她失敗 她失敗 她失敗了 失敗到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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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怎樣 不是都很健康 要求大家的事情 那當中是 怎樣艱苦 沒有飯 沒有錢 都從兵都沒有 她又在身體 在身體都倒在裡面 如果沒辦法 欠苦 欠苦苦 有什麼 欠很多的 所以我有欠人的錢 我要賺一斤 鄉人 我還要讓人 那天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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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名字畫出 我在這裡一直留我們就是這樣 人家也嫁薄了 捕魚收入欠家 再加上被人騙錢和搗會 那年阿花師姐才30歲 因為家人身體不好 巨額債款只能靠她還 當時她到處打工賺錢 最苦的時候 一天睡不到一小時 我一米一米睡著一點點 只會一瓶一瓶 吃飯也沒接著吃配到麵包 八飯這樣而已 欠貌是大人吃 欠貌是小人吃 欠貌是小人吃到小人吃而已 身心俱疲之下 沒錢的阿花師姐 這時走上絕路 還沒得過了 小孩要花錢 大家要花錢 都要花錢 沒錢到沒錢 還要去挑 真面目給我對 我還要去挑 真面目給我對的真面目 因為我兒子就讓我兒子 做小孩 我兒子拿著我 穿黑衣服 就跟我們走上去 沒有路 那時候要不要走 還要小人 要不要 那時候要下路 要不進去 一段 沒辦法兵不過 時間才走進去 你有跳嗎 沒有跳 你沒有跳 你怎麼會有 我兒子都要穿黑衣服 我每天走 我兒子都要穿黑衣服 他感覺這樣 嚇死 跳三次 沒有人都要保佈 這裡有這裡 三次跳海不成 難道真的是 神明出手相救嗎 活下來的阿花師姐 因緣際會成了媽祖信徒 當時六神無主的她 有空就會來朝龍宮掃地 擦桌子 用這樣的方式 來讓心靈有所寄託 然後不知道是時來運轉 還是她的誠心感動了神明 說也奇怪 阿花師姐的工作 越來越順 錢也越賺越多 每天靠 把神母求 阿神母就祖我 今天生意做什麼 就買 做什麼就買 生意反正很好 神母求我最多 公了最多就是神母 阿神母求我最多 還有百尊都有 都會給我 幫我做很多 我肯定是說 我都對神母走 脫離苦海 人生逆轉 阿花師姐 堅信是媽祖的幫忙 對於服務神明 也越來越有熱忱 阿花師姐 一字一句的念出了經文 一般人要記住都有困難了 你一定想像不到 阿花師姐沒有讀過書 大字也認不了幾個 她是怎麼辦到的呢 師姐你說這就是你的經文喔 對 我的經歷 對 我這不敢讓人 我自己留在看 你如果不理了 你怎麼看 主委你說 我們這個神像 他徒手接炸彈 這是要怎麼看 這個人要看 就知道這個靈部會怎麼開 有耶 你看他的手 所以主委 你說我們的媽祖徒手接炸彈 幫村民擋掉災難 那個證據跟神機指的就是這個 有的喔 主委你說這就是你的經文喔 對 我的經歷 我這不敢讓人我自己留在看 你如果不在理了 你怎麼看 不然在就老鼠嘎 這樣就拚了 那拚了 拚了的時候 常常靠老鼠也不可以 我就要自己做好嘛 這是精啊 這是花啊 這是什麼 這是芯啊 芯就有三口 這是三口 對啊 芯芯就是芯我用三口在學 對 這是芯就是芯 我就寫一個芯芯的東西 台語就是連芯 對 我背後就念那天 那是我們念的 你在帝幕看說 關主宰菩薩 現前佛祭佛 我就是叫芯我們開工做這個 我們人真的叫芯芯 我就替芯芯 就用了 就念這 你三天就把她擠起來了 她擠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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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我們好到老 誰到老 要擔心了 不認識字的阿花師姐 憑藉著信仰 三天讓她備熟了一整本的經文 擔任宋經團成員十年 後來在神明的清點下轉座女基手 一座也是十年 過去二十年的青春歲月 都投入在草籠宮中 也悟出了幸福的道理 大家加油 要勇敢 有錢要頂尚 老公對我們好要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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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夠好就是好給的人 蜜蜜蜂不只保佑漁民豐收 也讓百行百業的鄉親 有了心靈的寄託 然後在拜過媽祖之後 肚子也餓了 來到東港 喜歡吃海鮮又嘴雕的人都知道 要到海鮮一條街的光復路上 來找美食 因為海產一條街 它主要是在光復路上 那光復路它就是因為 會鄰近東港的漁港 那華僑市場也很接近這樣 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食材的取得相對容易 那運送成本也會相對較低 我們就是可以第一手 取得最新鮮的食材 那請師傅們去做料理 因為競爭激烈 能夠在這裡立足的 肯定有一定的口碑 我們在當地人的推薦下 來到這間知名的餐廳 一進門口 映入眼簾的是一整排 雄七的海鮮魚貨人均挑選 現在因為是櫻花蝦季節 老闆就推薦幾道 來東港必吃的櫻花蝦料理 我現在要為各位做的這道 是櫻花蝦炒飯 那我們現在是使用的是 我們自己做的蝦油 那為什麼要用蝦油 是因為蝦油它有獨特的香氣 櫻花蝦炒飯很常見 但要好吃就靠個人功夫 店家的特色就是這個櫻花蝦蝦油 琥珀顏色有著微微香氣 等到蝦油熱了之後 先把蛋炒熟 然後再丟入櫻花蝦 等香氣出來之後 放入白飯再拌炒均勻 那它蝦油的顏色會布滿整個炒飯 它是呈現很漂亮的金黃色 主廚接著放入青蔥和蒜酥 金黃色的米飯這時粒粒分明 沿著鍋邊的律動在空中翻轉 香氣四溢 完成之後放入了特殊的容器 倒扣成金字塔 進行最後擺盤 那我們旁邊再撒上 剛剛我們處理好的櫻花蝦 那這個是我們東港特產 旗魚松 那我們再加一點在旁邊這樣 好 那這道菜就完成了 櫻花蝦炒飯外型吸睛 因為用料大方 一口咬下特別夠味 尤其櫻花蝦的味道特別濃郁 不少愛這個味道的韜客 都會來這特地的來嘗鮮 另外主廚還推薦了兩道隱藏版料理 首先是香酥櫻花蝦餅 炸到胖胖酥酥的 一口咬下 吃得到滿滿的海滋味 然而櫻花蝦餅要好吃 重點就在於調漿的過程 那它主要材料就是麵粉 櫻花蝦薑末跟蛋 還有一些調味料這樣 下重本 用生食級的櫻花蝦 加入了麵粉 蛋加以攪拌 拌出濃稠感之後 依序加入各種調味 這時候再上鐵盤壓出 所需要的形狀大小 等油溫達標就可以下鍋油炸 現在是在測試它的油溫 因為這個櫻花蝦餅主要油溫很重要 它主要是要 要讓它有外表酥脆 那裡面是鬆軟 大概油溫有幾多 大概170左右 油溫高低 全憑師傅經驗 蝦餅放入油鍋裡反覆翻面 炸到金黃色就可以起鍋 剛炸好的櫻花蝦餅最好吃 咬下去咔子咔子超滿足 而另一道推薦的隱藏版美食 就是櫻花蝦刺身 先是把洋蔥擺底盤 然後再放上滿滿的櫻花蝦 櫻花蝦刺身主要它的鮮度要夠 如果它鮮度不夠的話 它吃起來會有一點腥味 那腥味的話 可能就客人會比較沒辦法接受這樣 那我們現在再放一點青蔥 好 那這就是我們蔥味櫻花蝦 不用調味 品嘗櫻花蝦的原味 這也要夠新鮮 店家才敢端出來 讓櫻花蝦為什麼能夠 從不起眼的飼料 轉身變成為珍貴食材 就在於它的營養價值被看到 它的營養價值就是 它有非常豐富的蝦紅素 跟非常豐富的鈣質 那它的鈣質是比牛奶 還要多上好幾倍 因為日本他們 把櫻花蝦視為國寶 那國寶蝦它 主要他們日本人很喜歡吃生食 所以他們大量的去 捕撈櫻花蝦這個東西 那櫻花蝦它 它逐年的產量 因為日本他們 捕撈的速度太快 來不及成長 所以數量越來越少 那它進而 它會開始慢慢的 向台灣去購買 大量的 就是櫻花蝦這個東西 東港它為了要 讓它永續經營 讓這個櫻花蝦可以 數量不要銳減太快 他們就有成立櫻花蝦產銷班 然後由政府去控制 他們櫻花蝦的產量 他們要去捕撈的 每一艘魚船 他們出去捕撈的數量 都有限制 品質好 加上現補政策 東港櫻花蝦 成了台日都蜂蜜的食材 下次觀眾來到東港 也別忘了來著品嘗老闆的手藝 享受這東港之光的櫻花蝦美味料理 屏東有美食 也有在地濃濃人情味 信仰方面 也展現了它可愛的一面 然後這也反映了 神秘和人之間的距離 不再那麼遙遠 黑皮罵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在屏東 還有一位媽祖 跟當地的鄉親之間 有緊密的關聯 也因為如此 它還有一個親民的外號 我在地的人 我們都有在拜媽祖 人家都請給炸彈媽 炸彈媽的人在說 這是一個傳遞 但是老祖國的人在說 這是真的有這個神蹟的 尤其是萬旦的肌肉 自我們小孩就傳到這個問題 這真的有這個神蹟 鄉親口中的炸彈媽 還有著傳奇的神蹟 這位媽祖到底是誰 相傳他就供奉在 屏東縣萬旦鄉的這座萬惠宮 人稱萬旦媽祖廟 這裡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它興建於清乾隆二十一年 距今已經超過了兩百六十年之久 英國就是這裡的媽祖 沒有在這裡 是到達法國就說 在那裡的人 有看到這裡的地方 有一個法庚 法庚是他們來看 看 正常說一堆老夫 老夫這些 在補廟 人家一千媽祖在那裡 會發出那種香水 他們都跟他們說 你們兩個人 人家一千媽祖在這個人家 人家一千媽祖在那裡 人家一千媽祖 老在這裡讓我們了解 他們也說好 好 老在這裡讓我們了解 他們知道這些人 還要來找這堆老 這堆補廟 已經沒有在這裡 所以這個媽祖的開放地 就是很顯得媽祖在那裡 發出豪光的地方 就是現在萬惠宮 媽祖坐鎮的位置 傳奇的故事 百年來口耳相傳 到現在還是讓鄉親津津樂道 然而讓人好奇的是 為什麼大家都叫他炸彈媽呢 主委 你說我們這個神像 他徒手接炸彈 這是要怎麼看 這個人要看 就在這個靈部怎麼開 有耶 你看他的手 所以主委 你說我們的媽祖徒手接炸彈 幫村民擋掉災難 那個證據跟神機指的就是這個 發出豪光的地方 就是現在萬惠宮媽祖坐鎮的位置 傳奇的故事 百年來口耳相傳 到現在還是讓鄉親津津樂道 然而讓人好奇的是 為什麼大家都叫他炸彈媽呢 這個炸彈媽的油丸 以前是我們做小孩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個名稱 到後來 差不多我做總幹事二十年前 之後做這個炸彈台的時候 之後人家看到這樣 現在說這樣我們萬惰的媽祖 這樣叫媽祖 可以祝福一個炸彈媽 這個油丸就是從這裡來 媽祖接炸彈 救村民 說法源於二次大戰的這段歷史 就在某一天 美軍突然朝萬丹這裡空襲 當時子彈有如雨下 還投下了好幾顆的炸彈 當時有一顆就落在了廟的附近 沒有引爆 當時就有傳言 是媽祖顯靈用雙手去接炸彈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主委說當時他才五歲 直到現在還忘不掉當時的狀況 我那幾乎五歲而已 還沒公福 我公福六歲 但是我有印象中的 一個月就在空襲 在掃蝦 整間裡面都 改炸之後 就起來 裡面都淡了 那時候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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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說 在拜 說生母 煎水 煎五淡了 就飛燒了 以前的家庭不是這樓 以前的家庭是 放在家庭 放在這裡 單做爺的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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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快回來就有消息 就是他的症椎 那我印象我去想 我去阿嬤家庭 所以在裡面 阿嬤家庭 裡面沒有空 都在土而已 以前的家庭就是這樣 要談到二戰的話 對不對 因為其實 日本當時有所謂的 南進政策 南進政策就是 以台灣作為一個 就是向東南亞 或是向中國 拓展的一個 就是重要的一個 軍事基地 然後其中在 萬丹這裡的話 萬丹其實從過去 就是明政 清朝 還有到日本人統治的時候 其實這裡都是 軍事重點之一 其實除了萬丹 就是我們炸彈嗎 萬惠宮這裡之外 我們就是高平溪 那邊的鯉魚山 對不對 曾經還有就是 設置大量的軍事堡壘 這題外話 但是這個地方 本身就是 當時屏東地區的一個 政商也是軍事的重地 所以當時在萬惠宮 還有就是在國小 就是萬丹 我們萬丹國小這裡 就是周遭這裡 其實是有很多 日本兵駐紮在這邊的 所以這個地方很自然的 就變成一個軍事重點 然後當時二戰的時候 就是從 因為美軍那時候 從菲律賓這樣過來 那時候空軍派過來的時候 他其實萬丹並不是 他的主要目標 他的主要目標是幾個 就是第一個是潮州 第二個是屏東 第三個就是高雄一帶 所以他是從潮州 往高雄 就是經過屏東 這樣子轟炸的 然後那時候 從潮州這樣過來的時候 一些飛機就是有經過我們這裡 二次大戰 美軍轟炸 萬丹也成了目標 門口的這個紀念碑 據說就是當時留下來的衛爆彈 這個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軍首島的炸檬 500公里的炸檬就是這個 這顆就是 倒下去就是在隔壁 真的賣灰的旁邊 人家的店來 衝進去 還背出來 經過牌 牌牌 現在背對這個廟 後來過 他放進一個 離島的他們的 草風景裡面 日本兵這裡 放出來 北那個島 這裡沒有出來 這個就是 我一歷二十年 大概十八年前 做中幹事的時候 跟他做的 也因為這個紀念碑 萬惠公媽祖 也開始有了 炸彈媽的稱號 然而媽祖慈悲濟事 有關媽祖接炸彈 救百姓的故事 在台灣其實不少 但在這裡 老一輩的鄉親 卻堅信 這是存在的事實 因為他們 信奉的媽祖 顯神機 還有不少人看過 說起來 真的 他的身材 他的技術 老大人在說也有 宅斥也有 近年才這樣 可以說幾十八年 是 他同於 說他 他的功夫 後 到現在 看多久了 現在全台灣的人 都有引動 你說 這個故事 可以這樣流傳下來 是說除了有這個文字記載 也是老人家 這個口耳相傳下來 是不是我們萬惠公廟裡面 也有證據 或者是有神機保留下來 有 有 有人說他的身材 和他的紀念 發生就是在他的身材 他的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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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有 是 要請出來讓你們看 你們就了解 好 那是不是可以請主委 跟我們的媽祖 禀報一下 可以把他的精神請出來 然後讓我們這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親眼見證這個神機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就要點香 跟他翻譯 今天你們來 我請來給你們看 見證說 他以前的身材是怎麼樣 給你們看 我再介紹給你們聽 不然就來點香 來帶這裡給他翻譯 媽祖真的會接炸彈嗎 萬惠公媽祖的金身 究竟訴說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在主委向媽祖禀報過後 廟方人員慎重地將 珍藏的神尊公請出來 地方流傳的神蹟 也即將展現在我們眼前 這一尊就是我們萬惠公的 開姬媽祖神像 剛剛有聽主委說 他平常是不容易請出來的 對不對 沒錯 這不簡單 這是你看 對我們今天這尊 開姬媽 你們沒有眼 我們在裡面笑看 看到你們在裡面笑 都不是很臉 很漂亮 有 我們看到我們開姬媽祖 他在裡面笑 然後很溫柔 很慈悲 這樣對不對 不過主委你說 我們這個神像他徒手接炸彈 這是要怎麼看 這如果要看 有 有 有 你看他的手 所以主委 你說我們的媽祖徒手接炸彈 幫村民擋掉災難 那個證據跟神蹟指的就是這個喔 不過後主委你說 我們這個神像他徒手接炸彈 這是要怎麼看 這如果要看 就在這個任務 放下去 你們看得對 你們如果要看 我給你們看 有 有耶 你看他的手 所以主委 你說我們的媽祖徒手接炸彈 幫村民擋掉災難 那個證據跟神蹟指的就是這個喔 你要看 主委看 人家手指都沒有 這個人還在說話 說好口 土豆腐和金針都沒有了 媽祖今生的右手 虎口處的大拇指和食指被切斷 這就是鄉親認定的神蹟之處 相傳當年萬惠宮被美軍轟炸之後 大家在整理環境時 就發現媽祖神像的手指斷掉 大家感念媽祖犧牲自己救了大家 還一度想幫媽祖接回手指 你說事情發生之後 就是有村民想要幫他接這個手 對不對 因為那個村民來這邊拜拜 信徒來這邊拜拜 看到他的手這樣斷掉 其實會心疼對不對 對啊 大家就說這樣 還要在那裡接下去 這還接不住 接不住 對啦 接不住它就是 到後來人來請示 他來找人 他來講 說他這就是 身大大 成胸 不然又接接不住 要在那裡歷史的建築 代代到現在這樣要再去 是 在歷史就是炸彈罵 媽祖斷子 是不是因為接炸彈而造成的 見仁見智 但可以確定的是 媽祖慈悲為懷 庇佑大家平安生活的形象 自始自終都升職在大家的心中 沒有變過 然而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原是海神的媽祖 會從庇佑漁民航海安全 漁獲豐收的神明 搖身一變 成為了接炸彈高手呢 他本身住在漁村 所以很掛念自己的父親跟兄長 所以他會要保護就是這些淘海人 然後同時唐山過台灣的時候 因為其實那時候 媽祖是宋朝的信仰 到清朝的時候 這幾百年的時候 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神域的信仰 就是福建人都會姓媽祖這樣子 所以他們在淘海的時候 都會放一尊媽祖像 或者是媽祖的香火袋在身上 希望可以保佑平安 像我們萬惠公當時也是這樣 就是早期的人來到這裡 就把這個香火帶來這邊 才有萬惠公的 媽祖既然保障了我們在海上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在海上還是在安全上 當然是安全上 因為海就只是一個 就是跟他連結的一個意象 但是我們來到了萬丹 或來到了什麼地方 媽祖的功能就會變大 為什麼呢 因為祂保佑了我們的祖先 那我想必祂還會在很多地方保佑我們 所以神明的功能性 往往會因為人類對祂的期待 而被賦予增加 加上媽祖她有個特性 她是女性神明 但是人家都說了 媽媽是最大的 媽媽是對小孩最疼的 有慈愛的 女性或女性神明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柔一點 對 可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家對祂的信仰期待 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就會給祂增加很多功能 媽祖在台灣擁有廣大的信徒 百年下來 居民生活 和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同今天介紹的東港黑鼻馬 她忽悠著漁民豐收 是陶海人的厚醋逼 也如同萬丹萬惠宮的炸彈媽 當地人喊著親切的外號 像慈祥的長輩一般 媽祖她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明 反而是可以親近她 和她拔乾淨 在地媽祖神之鄉 你的家鄉 是否也有這麼一位 和你心靈相通的可愛媽祖呢 作詞曲 唱唱 李宗益